中央,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今集帶大家逛逛UBC 其實去過兩次都沒有特別去拍攝 只是想介紹一下UBC的單人宿舍 順便補一些二連影落的影片 UBC的範圍很大,幾乎跟Downtown的半島一樣 及外圍的公園、農場、住宅地等更不止 但據說不少地都賣了很多出去屍樓 UBC周末也有些人,算挺好走 建築就沒有我在韓國現世見到這麼有古典味 這段只是UBC其中一段路 進去和出來都覺得走一轉套路說 範圍真的很誇張 這個是UBC的Exchange Bay 就是巴士站 除了這兩個大長浪 看到前面還有一大個巴士總站停泊 UBC小店 那邊呢 那巴士站是差不多兩三個觀塘站 那巴士總站很大 然後呢,它有自己一條吃街 很多好像很好吃的店 看,炸雞都有 前面有更多舖 然後來到這邊 有一個很大的草地 然後呢 那巴士在韓國下 尺寸的地方 有尺寸的地方 一年還有很多東西吃 星期六,UBC這個月 很多人 認真,UBC會太大 有一個人意信禮志的石頭 加個鐘 走一走,有一個很有趣的建築 下面是辦公室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們來這裡 UBC,UBC,Ice Cream 来到UBC的宿舍,这里是宿舍 你会看到地方很大,一层不厌 首先入门口是一些放行李箱的位置,放袋等等 然后就是一个L型的很大厨房 所有东西都齐备了,櫃当然都失满了屋主所需要的东西 然后有洗碗机,然后这个洗碗机 这个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了,LG的 这个是焗爐,对不起 然后四个爐头,都是容易操作的 这些平常的微波炉,雪柜,雪柜都很大 其实是一个人来说 这个好像比我家的雪柜 所以我搬的时候就大事了 神奇啊神奇 那么呢,我们再看看厨房吧 那么,这里真的 其实叫一群群人来玩桌球 玩成都可以,因为有很多椅子 还有两张梳化有点夸张 真是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这些就是一些屋主私人回忆的东西 然后外面是看到哪里的 你刚才跑车那里 哦,对了,那条宿舍之间的马路 这边呢,就有点感觉灯 这个听闻是超级废的 这个都没有房那个那么废 房那个听闻是坐在书台 都是感觉不到的 所以要定时起身 这边可以放入两下手 这样呢 对呀,地热了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可以看这个 上面设定了30度 然后这个应该是延时气温 这个屋主表示长期都没有什么动 证明设定了30度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这个应该是他本身 UBC或者是买的 回来的时候 预先原厂设定了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 不知道什么东西 不知道就是不想你浪费能源 可以来到这个厕所了 厕所也是很大 对呀,一个人来说也算很大 其实是大一个我一个是Double 有没有Double呢 这个就实用一点 就是没有我那个那么不够 厕天和厕所都说了 轻轻进一进睡房 睡房就是混合书台的书房 这张应该都算大的单人床 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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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ze Tween size Tween size 嗯 嗯 就是5-400 吧 我家就700 然后加上 保存房才是700 那这里我计算是350 多些 左右 848 对呀 所以其实是很大的 那这里月租是多 1500还是1400 1500至16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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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学生宿舍来说都偏贵 不过他就整个宅宅 这个人住 那就 当然就爽很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用跟人共住 真的 一个很大的 incentive 我旁边的人 就是 2层 你要不要上镜 嗨 嗨 嗨 我就是屋主了 哈哈 我同层的旁边的人 就是 两个 两间房间 share 一个 Washroom 但是他们的房间 应该是就这样 我这一间房 可能长一点 就是床 和书桌 就没有厨房 living room 哦 但他们好像只是给 不用1000元 900元 1000元 便宜很多 便宜很多 但其实都很贵 以学生宿舍来说 这里 因为你出去租都可能便宜 有机会 对 UVC 是很贵的 但性在方便 你不用 UVC 交通都不是十分理想 说真的 你没有地铁就有餐点 我知道有些其他的学生宿舍 他们是share一个宿舍 嗯 六个人share 三间房 还是六间房 但都是要900多元 900多元 嗯 嗯 所以自己一个住 对 对 我都给多些自己住 对 就是 又烦少很多东西 哈哈 哈哈 没钱便搬回家出去 夹租了 对 那今天介绍UVC 这个是单人宿舍 这个是单人宿舍 Single room apartment Single room apartment Single room apartment 即是单房的apartment 其中几栋宿舍外围是这样的 UVC周末的夜晚是清淨到不得了 那洗澡呢 有个很卡的位置就是 它这个是好像游泳池那样的 按键它才会出水 然后大概45秒至1分钟 它就会自己关键 然后再按多次都要 这个就是除了灯之外 比较不好的地方 所以就 没有 coby bit 这边就是laundry 有六部洗衣机 然后十部干衣机 就是整栋楼的 都挺套的 这个就是这个楼层的student launch 可以容纳59人的 听闻 它写吧 那对面就是整栋楼的launch 其实都差不多setting 这边就是每一层都有的 所以就是 总共这里有多少层 应该有五至六层 所以每一层五至六层都有五六间的东西 那 有电视 有雪櫃 又 没得煮食 我应该也没什么 再有什么机会踏足UBC 如果你再想看更多的东西 我可以再联络一下其他人 喜欢给个like或者share 或者subscribe 拜拜